新台幣不再貶值 開始進行了一些的補漲 使得台北股市在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 新台幣不再貶值 龍頭形的全資個股的回繩 因為他們的位置比較低 開始進行了一些的補漲 使得台北股市在今天的中場 它是上漲了157點 收穫在16670點的一個位置 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最近裡面都是OTC市場比較強 它代表是中小型 可是當大型個股在動的時候 OTC市場上面的漲幅 它是相對性的比較小的 也就是說在這種格局之中 大家要了解到為什麼 因為你來看整個一個成交量 成交量還是沒有出來 我說技術面而言 大家一定要知道 技術面最難學的 它是價量的結構 其他你大概背都可以 可是就是技術面那個 價量的結構是最難學 因為每一個價量的結構 你去配到技術面而言 都需要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解讀 那我們就跟大家講了說 第一件事情 今天成交量還是只有2089億 它並沒有出量 請問沒有出量之前 你的區間相形 它的一個環境改變了沒 它就不會改變 也就是說我們說 這個中線的反壓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電腦上 這條季線對不對 季線有在一天之後 也就是下個禮拜一 二 它扣比較低 跟現在差不多對不對 可是再過來又要往上扣 除非有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力多 它讓台飛股是 一根長紅棒在這裡 不然的話 事實上 這一條季線的反壓 它比較難怎麼樣 一次的攻克 或是你攻上去之後 就會像打地鼠 砰 給你打下來 但是你要了解到 我們的下黨上面的月均線 它是不是已經扣抵到相對的低 當然是扣抵到相對的低 所以這一條月均線 它是向上的 所以在六月份沒有出量之前 它就是在一個壓縮的 三角形的一個整理 月線是向上的 季線是向下的 然後量縮的過程中 它就這樣一路的壓縮下去 壓縮到尾端之後 它就這樣由量 出量那個動作來決定 它要去正式站上季線 還是跌破了月均線 所以由量是在整個 三角形旗形整理 尾端出量 它才能夠去決定 這個多控的方向 否則在目前而言 我說季線之上 如果沒有出量 會被打地鼠 在六月份 月線你就不用過度的擔心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要先把這個行情規劃出來 那策略是什麼 我就跟他講 策略主要的你最大的憑借 就是來自於周KD 它是多頭的 因為月線已經漲上了 周線跟月線也形成了黃金交叉 在這種過程中 你的周線代表的是中期的行情 在這種過程中它是多頭 也說你現在要做多的人 你要進場的人 你是要做中線的 你做短線的人 基本上在短線上面的漲多 你一定很容易震盪跟修正 尤其是沒有量 沒有量更不可能 在指標高檔之中 它去做鈍化 而且你做短線有多麼的難 我就給大家看 昨天交叉向下 按照日KD指標你應該要賣 你今天裡面因為新台幣 不再去做一些的所謂的升值 對不對 在今天裡面 你龍頭型全資股又攻 攻回了五日線 你的KD指標交叉向上 你昨天賣今天追嗎 你會很辛苦 所以我才會說 你現在就是抱定一個方向 就是揪KD是你最大的依靠 中線的投資朋友在現在裡面 台北股市的中線才在轉強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是要做中線佈局的人 你應該在這邊裡面來講 要做好準備 隨時進場 而這個隨時的進場 是等待什麼 等待譬如像昨天 昨天不是大跌 譬如說個股之動 漲多的修正震盪 但是它拉回的時候 它是亮縮的 它是支撐不破的 那個時間點你就去買 你就去買 你也可以把你的資金上面 因為現在是中多 你可以把你的資金拆 拆譬如說 本來一次買10張 你就一次買5張 或是一次買3張 這樣慢慢買 等到中線的中多的格局 日線也修正完成 大盤它整個季線扣的時間 也差不多 假設這個時間點台北股市 它一直整理 都一直整理在16316點之上 就是這個景線的位置 也在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是5月30號造就出來的 它的缺口是在16368到多少 16266之間 是不是跟這個景線也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覺月線也在這裡 這條綠色的線是月線 所以這邊有多重的支撐在這裡 假設他守在這裡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他守在這裡 你應該拍拍手鼓鼓掌 因為很多後知後覺的人 你錯過了之前的佈局 可是現在的中多已經成立 因為他守住了 你當然要趁著短線上面的拉回 短線上面的震盪 短線上面的修正 應該開心對不對 就像我昨天在節目裡面說 我說薯芳跟齊哈老師不一樣 齊哈老師漲很多的 一定都拿出來講 我說不是 有時候要講別的 就像我今天裡面來講的話 就會講一些跌的股票給大家聽 你要懂得因何而賣 因何而賣 你不要被市場上面牽著鼻子走 每一天用遙控器 看這個看那個 每一天講都是在講漲的 對你而言有什麼幫助 幫你設飛鏢 這個老師講的你設一檔飛鏢 那個老師講的你設一檔飛鏢 看你的運氣好不好 何必如此 其實在股序之中 它的一個邏輯上面 它是非常的重要 以及你在產業上面 你一定要非常的了解 你才有辦法 我說現在的格局 我剛剛為什麼講這麼多的原因 就是現在的格局 它從昨天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你不要因為今天大漲 好開心放鞭炮 放煙火 沒有 沒有量 除非它出量了 它就是方向要改變 沒有出量之前 它就是一個區間相形 個股的表現 在這種過程之中 它的一個看法 我一點改變都沒有 一樣 它的中線的壓力就是在季線 那這缺口是不是16266到16318近 現在是16316 所以這邊守得住 守得雲開就見月明 時間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因為現在是中多 所以既然它的周KD是中多 那你當然要怎麼樣 短線上面漲多修正拉回 量說你的支撐沒有跌破 不管你是中基站的買點 不管你是的月線 或是五日線或是季線 沒有去做跌破的你買 但是如果你還是停留在 搶跌升反彈 或是搶每一隻腳的一個架差 我告訴你你太累了 因為每一天漲的都不一樣 你這麼辛苦會非常的辛苦 今天漲這個那個漲那個 你要去選它比較有波段機會的 不會被打地鼠的 我說這個邏輯就是很簡單 台北股是這一條 季線的反壓是很重的 那你就去選季線踩到腳底下 而且季線是扣低 向上會幫你助攻的股票 那你要去想想看 大盤它跌破了年限 跌破在季線之下 它只是短多的格局 那為什麼有些個股是中多的格局 甚至長多的格局 那就是裡面有人 或是它這個產業上面 它就是在浪頭上的個股 這是大家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因為在2022年 一定是豬羊變色 物換心儀 你的選股上面 你一定要有這種概念 就像在去年 很多的車用電子 會很多人講嗎 不會 因為所有的車用的IC 都拿不到晶圓 你現在大家在去年 都去買什麼驅動IC 買電源管理IC 買伺服器 但是在今年裡面 整個一個消費性的需求 因為通貨的膨脹 消費性需求減少 消費性的需求減少 你就會造成 企業的資本支出的減少 台積電法說會有 我告訴大家 你明天看報紙 很多記者已經選擇性的報導 他看多的他就選 看多的選擇性 他看空的他就寫看空的選擇性 那我告訴大家 台積電在股東會裡面 他說的就是 目前的半導體的能見度下降了 但是他台積電 還是可以維持三層的成長性 不錯 對不對 可是三層的成長性 這重點就來了 我們現在是六月份 他七月份有法說會 他第一季就很好了 他第二季也不錯 那他的第三季 因為他三層是一個高標 差一點是25% 你要越過三層 你的第三季要有旺季效應 這才是重點 他看好的是什麼 我剛剛就講 他伺服器下來 他已經不講 他說現在穩定的就是車用 跟HPC高效能的電腦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你一定要了解到 這種中間的改變上面是很重要 不然的話 你那麼多檔個股 2000多檔 那麼多的一個產業 你回頭去想想看 在這個產業上面 它的變化 我說訂單的能見度 會下降 楚方多麼喜歡是做多 因為台灣做空的限制太多了 很難做 你土東常會前兩個月也要補 你融資不夠也沒有辦法額度 你出全席之前也要補 多麼的難 誰不喜歡做多 誰都喜歡做多 對不對 尤其過去十年的多頭 十年的多頭裡面去做空的老師 他永遠就是看空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從12月就跟大家講 我說這個時間點在2022 一定要多空雙向的概念 到了這裡來 你一定要了解到 訂單的能見度上面 它是下降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選 讓頭上的一個產業 它是很重要 而且你要知道 這種讓頭上的一個產業 為什麼一直跟大家講 車用的電子 是因為他過去拿不到訂單 現在大家都沒有了 對不對 他去排 他排了半年 所以你現在是安全的 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什麼 過去缺料的 5G的部分 網通的部分 為什麼現在營收會好 因為以前誰要你的訂單 現在你不缺料了 你又有IC了 你的訂單的能見度就會出來 可是5G分成兩種 一個是客戶端 一個是設備端 你要買哪一種 你要先搞清楚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的 所以未來裡面來講 假設你是龍頭型的全赤個股 你就要注意新台幣 對不對 你注意新台幣裡面來講 如果它再扁破了29.85 你要非常小心 外資的賣壓會比較多 不然的話它在現在裡面 它也不會做多 基本上就是內資個股 小病例大工 所以我才會說 你一定要去選什麼 在6月份 你想要你的財富突圍而出 因為壓縮在季線 又有下面的一個月線支撐 你要財富能夠去做突圍 除了微量試問之外 就是問你自己 你要買什麼樣的產業 你一定要非常的了解 只有選擇浪頭上的產業 台積電都說半導體要下來 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你要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浪頭上的產業 你只有選擇浪頭上的一個產業 你才有機會成為新浪潮的贏家 車用的一個電子我講這麼久 原因是什麼 你現在終於了解原因了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大家要先了解到 為什麼鼠方講這麼久 也跟大家講產業的原因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 你的5G 5G現在不缺料了 因為很多的消費性需求減少 IC出來了 中國封城 6月份也不再封了 所以不再缺料 請問你 你的5G 你要去買企業端 就是電信端 還是買消費端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了解到 你的選股上面 就會產生一些的問題 大家先想想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答案 但是大家也知道 鼠方現在正在調整投資組合 你之前錯過了鼠方在5月份 我已經告訴大家利空出境 痞疾太然的買點 那時候沒有人相信 每個人都告訴你怎樣怎樣 說了一大堆 但是我告訴大家 6月份就靠選股了 指數就是那個樣子 除非出量才會改變方向 這個時間點 守重個股 有沒有選到讓頭上的產業 選到了你就有機會 指數依舊在那邊 但是你的財富就是突圍而出 他就是有機會讓你小兵力大功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要跟上鼠方全新的調整 投資組合的時候 你就趁著廣告的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上我們在讓頭上的 一個選股的邏輯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在一個景氣不好的時候 一定是要打群架的 不管是夥伴的能力 不管是集團的能力 你才有機會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 有一定的訂單的支撐 跟有機會突圍 所以我在昨天裡面跟大家講說 我相信台面上面很多老師 都會去講5309的系統店 我是在之前拉回的時候買 我是在上個禮拜買 禮拜一拉回裡面來講的話 應該是說禮拜一對 禮拜一拉回的時候買 大家漲上去才要講 那沒有意義 因為我說現在就是周線的多頭 但是短線上面的漲多 你一定要利用短線上面的拉回 你再來買 而且你的資金要去做切割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 我跟你講 反而你去留意這一檔 為什麼留意這一檔 因為它跟電信設備 跟電信局 我們台灣稱為電信局 它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它在今年裡面來講的話 它配合到它一些的瑞典的 一些的客戶 它大約接了很多的案子 因為它是電信端 局端 我們稱之為局端 它不是客戶端 譬如說客戶端裡面來講 你就是一般的 它局端的部分裡面 它的一個case才會夠大 再加上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也說我是電信公司 你來跟我用所謂5G的吃到飽 我算你多少錢 類似這樣子 這個局端 就會給它買一些的設備 它每一個局端 每一個設備上面 就稱之為一個case 大家應該聽過 IC設計裡面 有個叫做權利金的收入 我們稱之為MRE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它跟它去做這些的一個設備 未來裡面的認證 預計有40個到50個 它可以去做認證 每一個認證 都會給它帶來MRE 全力金的一個收入 它在之前 它的一個營收 在4月份 它其實就是創高的 很少公司能夠在第二季 比第一季大幅的一個成長 它就是屬於大幅的成長 因為我剛剛跟它講 因為客戶端的一個關係 過去它為什麼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電源管理IC 電源供應器有問題 它拿不到那麼多 它就去市場上面買 買得太貴 現在整個電源供應IC的部分 掉下來 因為它是屬於局端的 局端沒有辦法去亂買電源供應器 所以它的客戶都要叫它去買美國的 美國的才可以 所以它現在之前裡面 因為在市場上面收購 像它美國的PMIC 稱為電源管理的IC的一些產品 大量可以出貨了 再加上我剛才講 它的瑞典客戶幫它找了 40個到50個Case 它也可以出貨了 所以它的第一季裡面來講的話 不怎麼樣 一塊多 到了第二季 可以比第一季再度的大幅的成長 今年的獲利能夠比去年成長 八成以上 我說將近一倍 我說保守的估計 將近八成 一倍的過程 它今年裡面就可以賺六塊多 大家還記得嗎 致意在去年裡面來講的話 賺了八塊多 今年大概九塊多的十塊 它可以這樣漲上來 所以網通公司至少 至少是15倍的本益比左右 12倍到15倍 你今年到六塊多 未來裡面來講的話 甚至已經有人預估 明年可以到七塊半以上 你就想想看 你的空間上面是很大的 第一個 你下檔保護本益比才十倍左右 對不對 你加上明年的獲利很好 台股是不是長線上面是空頭的 長線的月KD是空方 它是長線才剛剛交叉向上 我已經跟他講 長線上面的月KD 大於中線的周KD 大於短線的日KD 這個是多頭還是空頭 這是打了幾個底 你看得很清楚有沒有過頸線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滯留 因為它下檔上面有獲利的支撐 股價六十幾塊 今年六塊多 這種我覺得你不用過度的擔心 就像當時候的漢磊 我跟他講說 大家都說什麼第三代半導體 本益比很高 就是因為它太難做你才可以本益比很高 如果可以做大家都去做 很多工都會去做 你看看它量多少 根本就做不出來 不然台積電幹嘛跟漢磊拿 就是因為很難做 所以能夠做到第三代半導體 碳化系而且擴產三倍的 很少公司做得到 而且它的獲利一旦做出來 就如同在之前二三十塊錢的ABF 星星 南電景碩 如果三四十塊五十塊我們再做推薦 你還看不到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它的後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漢磊在這一波裡面的低點 我一路跟大家介紹 到今天它已經到136了 它已經到136 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大盤在修正 在整理 不是讓你傷心的 它是讓你的機會來臨 而且你在每一次做好資金控管 就像我們在之前 有危險的時候告訴你的資金 都要降到五成下 你降下來的 下來都是你的機會 它有去做破底嗎 它打出了大底出來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 從我跟大家講到現在為止 已經漲了多少 不到120塊 一路以來已經漲到136塊錢 至於在新唐 大家回頭去想想看 昨天我講新唐什麼 我說新唐漲上來 就是一堆人會講 今天滴下去 一堆人就不講 不然就說它賣掉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講新唐 你去看它所有台面上 是在講什麼 車用MCU 遠端BNG的控制晶片 你不用看 因為它根本就不了解產業 我就跟他講說 新唐它主要在漲的 是它日本的那一座廠 日本它跟松下是買了半導體的廠 買了那半導體的廠 它才有後面的訂單 我跟他講說 如果你自己去看它的一個營收 你也不會認真一點嗎 你難道認為它的營收 今天跌下來就說 營收沒有持續的成長 比上個月還衰退 我給大家看 去年這是去年 去年3月是不是很高 今年3月是不是也很高 4月是不是比3月衰退 5月也比4月衰退 本來就是這樣 我有跟大家講說 它的重點是在哪裡 是在它的第二季 它在日本的松下晶圓廠 要有機會去做入障 另外一部分 它這次是35多 請問你 這一次3706跟35多 跟1月2月3月比 難道有比較差嗎 所以你自己要清楚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一直告訴他 如果你要聽我講NCU 跟我聽我講遠端控制晶片 那就不用聽了 因為我就跟他講 就是美日半導體的合作 就是這個樣子 光潔的部分也不用講 光潔本來就是 未來的電動車 中國大陸的汽車下鄉 最大的受惠者 本來就是光潔 太陽能的部分 中國大陸可以賣了 受惠者也就是光潔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大家自己留意 自身的拉回 因為它殖利率也高 本益比也低 這個部分你也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我們說 在這種過程中 台飛股是量縮的時候 你就是要小兵力大功 在這種過程之中 壓縮在季線跟月線的時候 你就是要買突圍的 浪潮上的個股 除了跟上鼠方在最近裡面 不斷的在調整 投資組合的觀眾朋友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上在未來全新的投資組合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集中 本集中